君主制的类型 根据我的现有认识水平 发布军中外的君主制案 行政体系发展程度的顺序 由低级到高级一次大制 分为六大类型 一、不落君主制 以非洲囚邦为代表 是在原始公社残余上建立的君主政体 由原来的不落首领或军事首长世袭而产生 属于君主制的初级阶段 中国夏商时期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基本 属于这一类型 西州分封邦国制和明朝蒙古族领主 致是其高级阶段 特点为统治方式原始 政权机构不完善 家国不分 君主借助原始宗教的神权来树立权威 故而祭祀成为国家的重要活动 二、贵族君主 主制以西欧中世纪为代表 是君主与世袭贵族分享国家政权的政体 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为贵族寡头当政 君主文位傀儡如东汉东晋 一类为君主仍长最高权力 但必须照顾贵族利益 贵族对政务有很大发言权 甚至有贵族参政议政的法定机关例如 英国的议会 圆的忽礼台大会 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制度 如南北朝 随唐出 辽 姬 圆和清初 贵族君主制是由不落君主制发展而来的 这里贵族是广义概念 只要权势地位终身世袭 对政治有发言权参与权的都叫贵族 而不管其是否受过册封 三 官僚君主制 以宋和明中后期为代表 是古代君主制发展到成熟时的形式 特点是传统上威胁军权的势力基本被扫除 贵族例如 宗室 功臣 外戚虽安护尊荣 但不得干政 皇帝依靠科举产生的职业文官统治国家 中文义武 武将不得参政 甚至用文官统兵 皇帝将日常政务交给文官集团 自己垂捧而至 但又通过儒家思想培养其中军意识 并使不同官员和机构职能交叉 相互牵制 来防止其威胁皇权 文官集团的社会基础是世身的主 他们都在政治上 经济上 思想上移赴皇权 成为帝国的支柱 自独裁君主制 即君主大权独揽 势必攻卿 独断专行 以一人治天下 不受任何制约的模式 以您前妻 清中后妻为代表 一般不能维持长久 但是清朝从康西除 敖拜到慈禧之死 君主个人独裁 大权从无旁落 延续了两百余年 也属例外 特点是君主异常情政 刚刚独断 臣民只有执行之责 是臣民如奴仆 严厉扼杀任何军权的对立因素 甚至没有权臣贤臣名臣的概念 西欧近代的绝对君主制 与其类似 但专制程度远远不如 五 宗教君主制 君主和宗教领袖 政权和教会合二为一的政体 如阿拉伯帝国 罗马教皇国 达赖喇嘛的流亡政权 这种政体也相当专制 而且愚昧 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滥伤 六 立宪君主制 众所周知 不多说了 也分两种类型 徐君是立宪君主制和二元是立宪君主制 前一种以现代英国为代表 后一种以公元1871年至公元1919年 得意至第二帝国和公元1868年 至公元1945年的日本帝国为代表 值得指出的是 后一种也不稳定 类似于第二类贵族君主制 议会民主只是摆设 实权掌握在贵族手中 如日本的番阀政治 总结 这只是粗略的分类 有一些是兼具几类的特点 如朝鲜王朝 既有贵族君主制的特点 例如两班世袭且对王权有约束 又有官僚君主制的特点 例如科举发达 众文义武 后期发展对第一类贵族君主制外戚专权的世道政治 明治为新前的日本 天皇为政教合一的名义君主和神道教领袖 摄政官白或幕府将军为实际统治者 但将军到后期也不主政政权落入家臣之手 甚至沦为诸侯的傀儡 摄官政治可以看作第一类贵族君主制 幕藩体制则颇是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 不过其贵族是芳国大名 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 国王仍握有统治实权 类似二言是立宪君主制 真正成为统而不治的虚伪君主 还要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 贵族君主制既可以体现为封建制度下诸侯与君主的分权制衡 也可以是大一统帝国中的拥有政治经济实力的豪强士族 以纵是外戚对皇权的制约 元朝其实是典型的贵族君主制 即使长吉思汗忽必烈也不能绝对独断专行 而不顾蒙古贵族整体利益 周后期更是全臣迭出 如燕天木尔薄言托托等都执掌朝纲 非正人主 前幕说元清两朝是绝对专制 用之清朝尚可 说元朝就有点冤枉 明朝前期济世 鸿武永乐的独裁君主制 建立在极度平均的小农经济基础上 皇帝又握有军事强权 雄才大猎 他们的子孙就无此能耐 只能效仿宋朝搞官僚君主制 但是又不给文官崇高 帝位宋朝 是与世大夫治天下 派宦官特务 钳制文官集团 不过无论宋朝还是明朝 皇帝都牢牢掌握着最后决定权 没有被架空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皇帝就是愁准儒家世大夫 不会篡权夺位威胁皇权 才把朝廷大政交给他们的 世身地主比之贵族豪强地主 其势力财富更加不稳定 更加一副皇权 所以到清朝就成了独裁君主制的重要基础了 第一类贵族君主制 虽然君主已成傀儡 但是单独一家贵族还没有强大到 能改朝换代的地步 更因为某些掌权者 比如外戚 其权势本质上 仍来源于皇权 故而保持暂时的平衡 东汉外妻良济跋扈一时 甚至敢堵死皇帝 但没有篡位自立 最后被皇帝依靠几个宦官收拾了 宗晋的各家门阀势力基本平衡 所以司马皇室还能表面维持 等到刘豫再造晋朝 已经大权在握 篡位后南朝就变为第二位贵族君主制了 南北朝暴军婚军出的最多是皇权巨大 但皇帝的权势实际上极不稳定 受到贵族门阀的威胁 不得不通过各种暴虐恐怖手段 为护统治加之压力巨大而产生精神疾患 所以就干出很多荒云残暴的事情来 从石虎到阳广都是如此 他们的龙作就像电影 作者并不好受 魏晋南北朝都流行打仗 清兄弟上阵父子兵 宗氏藩王拥有军政实权 这也是一再发生王朝 内部皇位斗争的根源 如唐太宗李世宁即位前 旧式方面大言 功高望重 凭借强大的军政 实力发动玄武门之变 从合法接班人手里夺取皇位 明朝走到另一个极端 宗氏藩王不得认官干政 不得从事任何职业 只能坐时放怒 一生被禁锢在王府中 名为贵重 识同求徒 但是为恩养宗室 外妻 功臣等贵族集团消耗的财政收入 和贵族集团吞噬的社会 财富极为惊人 成为民王的重要原因 一个王朝没有世袭贵族 只有职业官僚是不可能的 为了将贵族排除 贵族在政治之外 零王朝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贵族问题上处理的最好的是清朝 既能利用满门贵族统治帝国 又能不为之彻肘 其实也是不是绝对的 贵族在宫贵族的族 贵族在贵族的两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